你好 欢迎收看7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市立幼园举办中班组的学习成果展 把孩子们平常所学内容规划成各种闯关活动 除了让孩子们可以复习自己的基本工作外 也让家长可以看到孩子们所学的内容 花莲市长魏家燕特别到场为小朋友们加油 而且还加码赠送了养乐多给孩子们消消暑 希望亲子能够在闯关活动中获得了乐趣 也享受亲子时光 花莲市立幼园举办中班组学习区成果展 把孩子们平常所学内容规划成各种闯关活动 除了可以让孩子们复习自己的基本功 也可以让家长看到孩子们所学内容 市长魏家燕特别到场为小朋友加油 今天来到我们室友参加我们的中班的成果展 U&Me 那今天也齐聚了很多的家长一同陪同孩子们 一起来做闯关的动作 那在这边其实我们室友一直以来 对于孩子们的一些发想跟一些教育 我们都持续的给孩子一些关注 那在这边也要同时要很谢谢飞飞园长 以及我们幼儿园所有的老师们 对于孩子们真的不遗余力的照顾 那家营今天也带了一些养热多给我们所有室友的孩子们喝 希望说在暑假那么天气那么炎热的部分 让孩子们消消一些暑气 那在这边也有跟我们家长说 那请他们放心的把孩子们交到室友 那未来我们会好好地让孩子们有一个成长的一个童年 市立幼儿园园长李飞玲也表示 课程内容和成果展示都是依据中班小朋友的学习进程来做安排设计 萌发课程就是依照孩子的能力 还有他们的兴趣去做不一样的滚动跟转变 那如果孩子喜欢什么老师有发现的话 就会特别引导他们去继续完成他们喜欢的事情 然后过更深入的发展 那有点像是小方案教学这样子 那希望孩子在室友里面都可以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也可以多元化的发展 我们特别准备了那个闯关三折业 让家长更了解我们的课程内容 那里面除了有积木区、数学区、语文区跟组合建构区 那还有我们平常在玩的美劳区大肌肉活动 我们都一起放在成果体验里面 让家长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平常孩子在幼儿园玩什么 那今天可以更深入了解之后 回家也可以跟孩子做一个良好的互动 这次室友安排了五个学习区的活动 依照组合建构区、积木区、数学区、美劳区、语文区、体能区 来设计六个关卡 孩子们全神贯注达成各项任务 家长也在旁边陪伴孩子们一起挑战体验 市长魏家燕表示 未来幼儿园会针对各种不同主题、节庆来规划课程 让孩子在幼儿教育里可以获取知识 并且成长茁壮 介组会欢迎市报道